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用上生铁和熟铁 温合造成的工具 经历百年光景 往事如同这个烟通出口的烟 一顺即逝 如今已经无法还原 满布生寿痕迹底下的原貌 但是可以想象一下 它曾经产生的烟腾腾蒸气 塘贴了多少套洋服 令奏捷变得不平 这个是很古老的烟豆来的 是用碳 我估计这个烟豆都是有成百年了 文国初期会用到这些烟豆的 之后我估计过了一八九几年 都没有用了 用电烟豆了 以前的师傅做衣服 不单是用烟豆 用一个很大的木 圆的瓶在下面 这些烟豆用湿濕的水布 然后这样烫 当成蒸汽蓉 烫完之后 用一个大木扎住它 它使得它的边要薄 要确实 邮福兄是一位退休洋服师傅 做西装超过半个世纪 见证着不同年代的西装用料有什么变化 一种演变和医料那里 以前用英国料多些 它用厚料多 单衣 其他那些料多些 套装都是少的 因为香港天气潮湿 热热 厚料就不要适宜了 现在流行的都是意大利料 意大利料比较薄 还有其他国家都有 韩国、日本都有很多料 它的款式和织法可能不漂亮 但是它们也不太出名 一个世纪之前 香港并不是很多人穿西装 究竟最初华人为什么会兴起穿西装 和潮流又有没有关系呢 在香港最早华人开始穿西装的时候 大概是1910年代 因为最初这帮华人的时候 希望透过换一件衣服 换一个样子 去表达它们自己一个新的形象 有别于清朝的形象 所以它们首先提出的就是要剪鞭 剪完鞭之后 第二个提出的要求 就是希望可以穿西装 但发觉原来穿西装不是那么容易的 原因是因为穿西装很贵 穿西装是需要一定的配搭的 只有一群人就留在那里剪鞭 留回自己本身的衣服 然后有一群很少缺的华人精英 因为它们很有钱才能够穿西装 当初华人开始穿西装的时候 其实都是错流百出的 因为它们本身对不太认识西装文化 而且也没有一些时装的 fashion sense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就有很多洋人在报纸上登文 去笑这群华人 包括笑他们的风格 笑他们混合的问题 不知道什么颜色的褲 然后他配一个不知道什么颜色的衣服 然后鞋又不会选择之类之类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一群华人精英他们的英文中学 会主动去开一群 然后去教这些华人精英 他怎样正确穿西装 50年代 西装开始普及 多了人穿西装 以度身订造为招来的洋服店 盛汉盛市 对洋服师傅的需求越来越大 杜安定是正宗的上海洋服师傅 我爸爸就是做洋服的 从上海出来香港 我也是上海出生香港读书的 在1959年的时候 来尖沙咀美丽都大厦那里学师的 就到现在一直都是美丽都 都是做西装的 学师就学三年 什么都需要做的 煮饭都要的 那时候最主要买东西 掃地等于现在的习工 然后就做一些 拿着枝针来缝一下 这样 周时刀手 初初就学条褲 褲做到这样 就是看你自己的脂质 然后学做衣服 好像我那样 做了几年之后 我跟着另外一个师傅 就做财衣服 等于是满了师傅 出去了另外的地方做 五十年代的西装款式 主要流行肩膊阔 耕嵺低 而耕和嵺都比较阔的 有所谓关刀嵺 这么多年来 变化都主要是在耕嵺和腰身那里 自于一套西装 点剪、点财 做出来有没有型、有没有款 灵魂人物就是裁讽师傅 做西装的财衣服方面有很多的 有广东帮、上海帮 大家的理论、讲法不同都不同的 上海人经过很多人 很多地方收集 去日本、荷兰、苏联 很多地方的西装 学习 香港、港台跟英国 英国的材败 又有一套各施各白 老师,你好 杨师傅坐一会 好 杨师傅,你好 杨师傅 好,很久没见了 这些糖包、这些铁盆 对呀 还在用着 还在用着 这些很久 50年代之前 香港的西装大多数是买版级的 还有西人做多 中国人做西装就不是多 只不过在上层阶级的人 有钱人就开始穿西装 50年之后 多人穿西装 因为穿糖装穿了几十年 在和平之后 就变成了经济好 所以人们开始穿西装 很流行穿西装 一个月人工 他都舍得做到西装 以当时的情形 西装都是很贵的 我师傅都有分期付款做西装 每个月出粮 我师母就去收钱 外面接价 我想大概一般人的一套 一套等于一个月人工 七八十元 又有百多元 后来人工一路上升 几百元 至千多元的人工 虽然西装开始多人穿 但是对一般打工仔 尤其是低下阶层 西装绝对是奢侈品 所以当时就出现了 单吊细这个字眼 单吊细以我所知 应该是一套西装 只有一套 只有一套西装 只有一套 那套叫单吊细 另一个说法就是 不是整套的 不是三副一样式 那件单衣 叫开来都是叫单吊细的 60年的时候游客很多 但是好讲的 直接当晚做好 第二天要飞的嘛 到六多年就会多了什么呢 水兵 水兵来香港度假 必定做西装 这个因为水兵做得多之后 裁讽的名义就大了 开始游客多了 最旺的时候 都是中国两季交易会的时候 游客最多了 60年代 就是这样的裁讽 找到钱的 警察都是四百多元一个月 我们五十多元一件 那时候 夜件一个月就有成千元 好像他们那样 找成千多元 很多这支楼都没有这个价钱 那时候 这支楼都没有这个价钱 很好 已经很好 好于佩服 洋服师傅大致分为两种 一种是负责在店面接客 要懂得和客人计身 和简单的修改 一种就好像杜师傅一样 是工场师傅 由材指板到缝制 一针一线 都是心机和功夫 你正常来说 譬如十点几钟开工 做到晚上十一点钟 有些就要买车 最初来香港那帮小伙 更辛苦 那时候 那个小伙总想来说 他们一天都睡在那裡 那时候就去台本工作 睡在那时就要做 在大家睡觉 在下 tehd 因为第一他们没有家庭 第二高辅他们日夜做 再做完通宵 翌日夜又要做 然後又做 時間是辛苦的 裁縫是有得做的 因為現在人越來越多 多數人要穿西裝 做是有得做的 但是現在實在人手少 香港人做西裝就少 越來越少 老的老 走的走 這個競爭力就沒有了 所以你說要加薪 根本說不可以談 不可以實力 不可以談 為什麼呢 老闆說你不做 好,我去大陸做 那你就沒有條件 跟他談判說要加薪 所以這幾年 十幾年 差不多20年 都沒有加薪 所以有些人說 這行都是植養工業 沒有了,沒得做 真的 真是 真是 你 如果說穿西裝是一種潮流 究竟是人跟住西裝潮流走 還是西裝潮流跟住人的喜好走 阮邦冠是裁缝出身 80年代已经开店做生意 他觉得洋服跟着潮流的同时 客人的要求也要顾及 始终洋服都有被潮流带动 带动的时候当然你自己要懂得去变 其实是一个好的裁缝 不是我告诉他那样东西就对 其实我的好裁缝应该是说 客人要求什么 我们是做到客人要求的东西 这个才是一个好裁缝 我经常说一件事 我裁剪给你 你要穿得舒服 其他人间看你都要看得舒服 我们都受潮流影响的 所以穿戴户衣服的时候 在90年代很阔身的西装的时候 那种cutting又不同 到现在开始收身了 我们一个裁缝就要想一下 怎样的方式 令到客人看下去要舒服 又要看下去 是现在年代最trend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的功力 80年代的游客 为了来香港做一套西装 慕名而来的大有人在 阮师傅见证洋服最风光年代 虽然现在生意大不如前 除了维系救顾客 他也乐于和年轻客人打成一片 你放下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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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20岁出头的Ian 现在年轻人流行smart casual 对着西装又有什么看法 我来做西装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最基本的男人或男人的一个尊严 一个专业的长征 就是你是信心 你是信得过 靠得住 这个西装是为自己的30领导 刚刚才20岁 我现在终于都 我觉得男人在这个时刻 大约二指头 其实已经要准备 你可以说接班社会 也好 我们要准备好 去将这个责任放在自己身上 我觉得一个西装在这个时刻 给自己是 I think nothing beats its purpose 你翻译过后面 要一些表现 后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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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白说 两种年轻人的客人 一种年轻人是他爸爸 或者他们的年轻人 光顺我介绍 来到我那里量身 另一种是年轻人 他们在上网寻找过 很多不同的洋服谱 你不用告诉他 哪些对哪些不对 他完全知道了 只不过他没有一个 实践的经验 试身仇 我就逐样逐样解释给他们听 他们听得很入神的 昨天有个客人 他来度身 他看到那个镜子的时候 他很开心 很满意 但仍然是 不知道自己是 满意得起来对不对 要靠他朋友跟他说一声 你唱得很漂亮 他才说是什么是什么 其实这些来说 我们是要慢慢慢慢 去教育他 知道自己是要什么的东西 听完之后 他下一套就很有信心 这就是你的试身 谢谢 由量身到简板 不同的采访 到最后的三个星期才来到英国 我觉得其实时间是值得等的 等的那一刻不是问题 反而你怕你快点 你太快了 出到来 这件事都不知怎样 我宁愿整件事 你不停找我 我和你慢慢谈 那个配合 你会不会有个位置 你的opinion 始终你是做tailoring 可能你的opinion一定比我 一个amateur 我宁愿慢慢等 跟他谈好了 那个work is perfect for everyone then you send it out 我觉得反而这样 我会选 感到西装 现在都没有 我要等三个星期之后 可能回到英国 我才会受到 我其实期待的过程 最重要是 希望他来到 真的 配合得很好看 有个威严感 出到来 最重要是 作为一个西装的客户 我认为 希望他去到 每一切都很合适 然后穿西装 那一刻 打一条胎 出到来 我认为 我好像不愿意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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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ven 一个未到30岁的年轻人 从IT投身洋服行业 认为 以科技融入传统 是你们生意的一个突破 六年前 开这家西装店 最大的核心是 就是 我希望所有的衣服 都是Taylor made 那我们真的要 master 这件事 由哪个位置开始呢 有很多的技术 其实这个世界都有研发 但就欠缺了一件事 就是真的裁缝 由于每一个师傅 其实他的力度 手势都会有些不同 经由不同的师傅 订同一个人的客人 如果我们有十个师傅 就会有十套不同的斜寸出现了 由于我追求的是 perfect fit 所以我们需要更加精准的 input 就扣入了一部3D的scanner 去代替我们传统去量尺的手势 当我们input的数值是constant的时候 我们output出来的指样的数值 就可以更加完美更加taylor made 给每一个人是很精准的 我现在研发的AI系统 就是透过我们分析一个人的身形 基于他的身形和他的喜好 的风格 他喜欢的感受 我们去做一套属于他 完美的指样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在财展 在AI方面想做到的效果 有一个标准的赤泉 其实他买什么衣服都没问题 唐医生都光顺过不少洋服店 但是他在买上衣服的时候 都遇到一些烦恼 其实我都很经常穿西装 在未度身去做西装之前 其实我都是在一些 卖西装的店铺就这样买 发觉一件事 就是因为我自己身形的问题 不是那么容易选到 一些适合的西装 或者衣服适合 褲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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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适合适合适合 适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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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改就好像改也改不适合 所以我就在想 其实我都应该要去做一些西装 订身的时候 那个尺寸一定会对 所以我就开始去找人 去帮我订身去做西装 无论人变 布料变 还是订身方法变 有一样东西都是不会变 就是穿起西装的男士 都会散发一种自信 是身份的象征 Steven应用3D scanning 加上他设计的AI system 只是一把较为精准的尺 并不会取代度身定造 因为我们最真正重视的是 跟人人沟通 这件事由头到尾都没有所谓的 取代传统 我希望透过这套色 神令到订身定造 真的可以在这个世界的舞台里 再进一步 除了西装之外 就是在更加不同的服飾里面 大家都可以套用到 当我们在一个裁缝 订身后 我看着它的身形 我究竟要如何去设计一套紫样 我就在技术上去协助这件事发生 但是前线 其实我们会希望透过有这套系统 减低了大家在技术上的援纜之后 我们可以更多讻设计的学生 去进入这个市场 进入这个行业 现代的fashion 那个preference是什么 那个喜好是什么 就是我们更多的时间 花在和客人聊天 希望每一个客人 去到最后 就是拿到他最喜欢的衣服走 邮师傅将毕生所学出版成书 不过时代已经不同 当年他受那套 未必可以应用在今时今日 那个时代师傅教你 学你这样做,这样做 现在讲理论 为什么要这样做 要解释一下 比较复杂 比较详细 比较详细 四件西装 和一件马甲 但如果要我自己独立 完成整件西装 总是不行的 那我就一定要 邮师傅帮助我 去提醒我 每一个步骤 有什么注意地方 还有很多位 特别是计数 或者身形上的问题 如何裁展 令衣服更漂亮 我都很需要 依赖有师傅去教我 有时都很气馁 可能我上一滴就我 第一次 我最记得我上了四五次 上完 又再拆下来 再上过 每一次上 我可能都要用 一个多两个小时时间 慢慢慢慢开始 每一次做好一件 学到多一点 再有心思学下去 经历一个世纪 无论是昔日做洋服 到今天卖洋服 以致穿洋服的 各个人 都在他们的时空里面 做好自己 就好像做一套洋服一样 每人加一针 保一线 将洋服一直延续到今天 跟我们学师做事不同 只是找食 想着真的进行行业 现在青年人 总之他在理工 其实独善出来 他都未必说做财博这一行 但是全世界人穿西装 一定有市场 不是吧 虽然现在的经济不好 所以不穿西装 很简单 穿西装 就完成了 但是始终 有些身材不好的人 都要做西装 一百人学 有十个人 都有机会做西装 我就入行 对我来说 都是可以有的 应该满足 这个应该 是